欢迎继续回到开市感浪的时间 身边是Herry游戏分析外卫视方 Herry 你好 你好 刚才那一节未有时间讲油价和金价 这一节帮我们讲一下 其实之前提过的欧美方面的经济数据 都算是不错的 但都未能阻止油价跌势 油价再去到三个星期的低位 为何会这样呢 是否之前那些迪元政治炒得太厉害 所以这次反而又趁好消息出货 一来 二来就是股市做得挺漂亮 如果股市做得这么好 亦都快破坏的话 其实引到资金 由油那里上去股市当中 但真的很讽刺地 我们见到金价又走上去 其实以现阶段的形势上来说 我会觉得大家不妨留意 其实那个商品市场 或者是汇市和股市上来说 其实如果用一些传统的经济理念来说 其实挺难去解释的 传统来说 避险需求比较高的时候 其实会刺激到一些商品市场 会走上去 但在油价的走势上来说 纯粹是一个比较长的图 都好像有些背驰 亦或是股市一路走上去的时候 油价的形势上来说 其实和股市的交流 已经开始乱了 所以现阶段来说 我会觉得 纯粹说油价的话 经济表现好 也都见到 其实应该会令到油价 其实是有过的上升 一个趋势 一个需求会上升 但问题是 大家要留意 如何去分析油价 其实消息面说到 经济数据表现 稍为顺着市场预期 谷了油价下去 但实际我们看到 数字又不是差得那么紧 只是稍为市场预期高了一点 另外一方面 就是要长远地看油里面 其实大家要留意 其实美国就已经 由一个原油的入口大国 变成一个出口国 其实如果你看到 supply开始慢慢去多的时候 油价再升上去的趋势 其实会放缓 所以这个会比较慢一点 短暂地会见到 油价升升跌跌的走势 但是如果你说供应不断地加紧的时候 亦或是对于需求上 又未跟得那么快的时候 我会觉得油价的预测上 反而要开始慢慢变成中性 比较淡一点的看法 似乎真的油价 真的暂时走势都很难捕捉 我们转看看A股方面的情况 像PMI刚才提过 官方制造业的PMI 就录得51 是按月上升0.2% 是今年最高 而且连续四个月上升 似乎这个数据出来 都真的不错 不过看到汇丰方面的数字 就录得50.7 在今年以来 首持汇幅的扩张水平 之前很多分析都说过 汇丰的PMI 可能聚焦在一些 较中小型的企业里面 官方的比较大型的企业方面 现在两边双双都回升到50的流上 是不是代表着 尤其是中小企方面 真的走出谷底 开始有这个复苏形态 也可能引证很多的报纸 或者是不同的传媒都说 这些微刺激政策好像很有效 这个形势 看回汇丰的中国PMI数字 这个阿肥丰说得对 是一些中小企的 主要集中在这个范畴 作为一个统计 但是统计整个pool的数量上 没有官方PMI那么多 但是本身市场 也相当重视PMI的数据 今次上回50.7 亦跟初值走势符合的状况 这方面我会觉得 如果你看回数字来说 都是历史 究竟如何去看下半年的经济状况 亦是一个很关键的措施 我稍为觉得 中国的经济表现来说 其实都要靠一些打针食药的阶段 就是说 本身的中小微企 看到前排的货币政策 都收得挺紧的 大型企业就一定不会借不到钱 但问题是中小微企 借钱那里都是有些困难 做了一些贷款放宽 或是一大堆的微刺激措施之后 就放回PMI上来 但是如果你说要中小微企 自行不要只是靠政策 去作为一个主导 他们的企业经营状况的阶段 我觉得都需要可能是两三年的 一些所谓的结构性改革才看到 暂时去看本身总理李克强都很看重 我会觉得下半年中小微企 那个状况 就是说汇丰中国的PMI状况 应该都会走回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如果你说看大型企业 即官方的PMI税据就做得挺漂亮 你看到新订单指数上到52这些水平 新订单指数就反映未来 因为新订单指数是做之后的订单 这个趋势来说 我会觉得 及后如何去看呢 製造业情况 要看到的数字 PPI PPI的数字就是说 本身的一些资源需求 这些连带上一节 例如说澳洲纸的走势 亦或是不同的一些入口方面的趋势 亦都有很大的密切关系 如果PPI的跌势亦都开始收势或是存定的话 这个就引证下半年 未来的GDP的数据 可能会做得更美 这个数据初步PMI 我们看到是有转好的形势 但我会看多一两个数字 才再作定断 好 我们先看看A股最新的情况 上证终合指数现在跌不够1点 做2,049点 而深圳成份指数跌了7点 做7,289点 暂时大致成交也不是很多 但今天有几个新股 在内地A股上市 好像沙浦爱斯 暂时又要升到停牌 继续秒停 是的 继续升到四成四这个位 而另外 好像联名股份 雜次都升接近一成 去到停牌 而这段电子也都升接近一成 另外 今天两只挂派新股 一心堂和富邦股份 都有不错的升幅 其实这个新股 真的在内地非常刺烈 是否会继续带动到A股上升 或者不要说先上升 起码不会再跌下去 资金打新这个情况 会继续是内地股市的主题 对于指数的升跌幅来说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个别有些资金吹捧这些新股 其实秒停了之后 其实本身可以继续trade 但是成交量就会大跌 大家就会看看形势 再看看分析再想想 会否进入这些新股当中 但是这个问题来说 新股一直陆陆续续上市 过了6月30日之后 其实本身预披露的名单 就截了指 先前中正监定了一条规条 就是说6月30日之前 你不离去申请今年的IPO 你没有申请了 等下年 所以A股IPO的行程 或是对股市的负面影响 其实都逐步是消化的 不会说预披露的排队名单 去到7、8个 1,000个去看 现在是截了指 所以大家就个别留意 资金如果是不停在 所谓的打伸 盯着一些新股来说 无疑对资金链方面 始终都会有一个压力 因为大家只是看那几只新股 所以我会预测A股的形势上面 尽管我们看到PMI数字 做得挺好 其实都叫做优于市场预期 但是对于A股的刺激状态 看看会不会反应 一向A股都是这样 10点多之后才开始有反应 看看会不会升上去 如果不是的话 我会觉得暂时去看 大家都是看着新股 或是个别炒作的板块主题居多 刚才你提过 半年结的时间就已经截了指 半年结后才递指的新股 就要补上半年的数据出来 所以有分析说 他们有些时间补上半年的数据 所以令到可能8月份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新股上市 有一个空窗期 你会不会觉得那时候 又开始A股 又回复淡静又是一个门局 因为大家突然没有了新股的焦点 你怎么看呢 例如8月来说 有另外一些主题 你说股市不犯投资主题 8月就在看本身业绩的表现 所以大家留意 经济数据来说 对于股市的敏感度来说 是会有 但是不是个别可以弹上去 突然看到上证指数 三十几四十点走上去 以现阶段来说 比如说上一个交易日 近期的交易日来说 炒一下军工股 也是不同的主题板块居多 我会觉得 对于上证指数来说 大盘形势 所谓的金融股 或是很重比例的资源股 要看一些重磅的经济数据 比如刚才所说的PPI的数据 很多谢谢Harry为我们批识市况 刚才我们也提过A股 你有没有持有A股的相关资产 没有 这节时间到这里 待会继续为大家看看港股的焦点 稍后再见